人的死亡为什么要谈呢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生死 我们每个人面对生死是要有态度的 我觉得看我说这段话的人呢 岁数大的人可能感受就比岁数年轻的人要深 那么这个比如我们的庄子 庄子先贤他的生死观是什么理论呢 他说这个牺牲安死 什么叫牺牲安死呢 就是我珍惜我的生命 但是我死的时候我可以安心去死 年轻人可能感受不到 岁数大了一定能感受得到 我小时候读刘雨昕的诗 世上空经故人少 集中为绝即文多 当时没有感受 当岁数越来越大 突然有一天就感受到他这句诗的这种含义了 他说世上 指他自己包括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之上 你突然就会听到一些消息 自己的朋友去世 庄子的态度呢 是这个牺牲安死 他自己也去去践行 我们今天老说践行践行 当他妻子去世的时候呢 他自己骨盆而戈 骨盆而戈呢 他是表达了他自己对人生啊 对宇宙自然之道的这种关系 一种认可 我忽然觉得人一生中啊 做什么大事也没什么意义 能够想起来的 一定是这种带有人情味的细节 那么我们过去古人说啊 人有五福 这五福是什么呢 第一是寿 第二是福 第三是康明 第四是好德 第五是善终 我们首先啊 要长寿 一个人活得好 寿命很重要 你活不够岁数 那肯定是不行 第一福是寿 第二是富 这富是指富贵 不是你光有钱 你是个土财主也没有用 第三是康明 是指的身体 康是指的身体 明是指的心灵 你不仅身体好 心灵还健康 第四是好德 这是修行来的 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中啊 德行很重要 要不然你被人骂呀 你随手扔纸就会被人骂 对不对 那么最后一个呢 叫善终 考终命啊 按照古代的说法是考终命 我们今天的大白话 就是善终 什么叫善终呢 叫活到一定的岁数 什么叫一定的岁数呢 我们今天可以画一条线啊 就是人均寿命 我们今天有个人均寿命 全世界都公布了 美国人均寿命是多少 日本是多少啊 我们都知道 日本的人均寿命是全球国家里最高的 北欧有些国家像芬兰 冰岛挪威寿命都普遍比较高 他跟他的气候关系是有一定关联的 那么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今天不算当 我们跟美国人差不多都是78到80岁吧 那么这个人均寿命啊 是你善终的第一条线 第一个标准 第二 没有横祸 我们今天说这个非来横祸 不是这个 没有这个 第三呢 没有病痛 可以有病 没有病痛 就是我身上有点病 感受不那么强烈 不那么痛苦 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心里没有挂碍和烦恼 那么人 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如果能安详而自在的离开 那我觉得这就是五福中的最后一福 你得到就是善终 那么 我们小时候啊 很少能感到亲人的离去 为什么 你都是跟父母在一起嘛 父母年轻力壮 你怎么可能感受到亲人的离去呢 我第一次感到我自己的亲人离去呢 是我的曾祖父 我爸爸的爷爷啊 他去世的时候 我爸爸老念叨 念叨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很老远的一个人走了 这个人呢 我曾经见过 我四岁的时候 以你约约的有一点印象 我这老太爷来到北京看到我啊 那我想 我爹呢 是长子长孙 那我是长重孙啊 那对于老太爷来说呢 那也是一个家族的荣耀 我四五岁的时候呢 看见我的时候一定心里的感受 是我不知的 可是他去世的时候 我并没有感受 没有什么感受 那么后来 我的祖父 去世的时候 我也就听我爸说 我也没有感受 但是当我的父亲去世的时候 我就感受非常强烈 我是一个轻易不哭的人 我就 记不住啊 我人生哭过几次 就不 很难流泪 很难流泪 但我 我爹去世的时候 我都没有大哭过 但是我最后捧着他的骨灰盒的时候 就泣不成声 我当时就想啊 就我最亲的人 就这么走了 就变成一个骨灰盒 他就在这里头 我们要把他安葬 你所有想跟他再说的话 来不及去说 过去说树一镜而风不止 子于孝而亲不待 他没有工夫在等待你跟他说了 所以到今天啊 我就想啊 就是古人说的话 我们经常啊 是大耳旁风的 不感伤就没有感受 感伤感受非常的强烈 所以我现在老跟我母亲说 我老说 妈你得在我前面替我挡着 我妈特别愿意听这句话 最近他这个 这个腰伤了一下 过床 我去看他 然后我觉得他很难过 很不舒服吗 这个腰椎骨折 在床上躺着 然后我就说 我说妈你得替我扛着 你得好好的这个 这个好好的活着 我妈就跟我说啊 点着头跟我说 说我替你挡着 如果我妈走了 我在我们家里 我排第一个 我老说 阴阳两格就隔着一扇门 所有的亲们都通过这道门走远 我现在排第一个的时候 你想想你排的第一个 你是不是感觉非常可怕 我真的是觉得啊 人生 我们什么事情都要面对 尤其是亲人的离去 你心里过不去的时候 我过去说过啊 就是写文章也写过 你心里有过不去的时候 你就到墓地里走一走 你到墓地里走一走的时候 你看着每个墓碑的碑文 看着每个人的年龄 你会有很多感受 比如我爹 我爹身体特别好 当年72岁啊 迅速就得病就走了 就想他为什么不能多享几年福 他只活了72岁 但我在那一六墓碑中去巡视的时候 我发现在这里比我爹活的岁数长的人 微乎其微 大量的人还没活到这个岁数 所以你不仅要认知这个社会 还要认可这个社会 不要不认可社会 对吧 一个人非常好的状态 就是可以自由自在地活着 你首先是为自己活着 你不用跟我唱高调 你就是为自个儿活着 如果你说你怕死 那一定是你为自个儿活着 其次呢 你是为你的亲人活着 我们每个人都有亲人 亲人之间有一种 违纪感情的因素 叫做亲情 亲情是任何 这个情感不能替代的 它是一种很缓慢的情绪 它不够激烈 它没有爱情那么激烈 但是它会长久的存在 所以你活着 不仅仅为你自己 还要为你的亲人 再次你为谁活着呢 要为你的朋友 人一生中啊 人是社会动物 它需要结识很多人 你比如我 我这个手机里 现在这个手机的无限的储存 里头没一万个人 也得有八千个人 人很多 那么这些人都是你的朋友 你有时候说 我不一定是我为我的朋友活着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你的朋友失去你了 或者你失去了你的朋友 你都会感到痛苦 那么你的朋友 包括你的熟人 我不是过去讲过吗 我们人与人之间关系 无非是三层关系 就是亲人之间 熟人之间和生人之间 那你最后说 那你最后说啊 这些都是好像很功利的 你为你自己 为你的亲人 为你的朋友和熟人活着 都是很功利的 因为有利益交换嘛 那么最后呢 还有一点 你要为这个社会活着 我们社会是靠每一个人的生命构成的 我们假设每个人都没有生命 这社会就不存在 所以我们不唱高调 每个人都应该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们人生都很愿意获得一个成功 每个人希望的成功 往往都是大于自己的想象的 我们会采访很多成功者 就说你人生是怎么规划的 你人生有什么目标 我先告诉你 人生如果有一个完整的规划 如果你有一个目标 你一定一事无成 我们举例说明 比如你在这个非洲草原上 这个看到猎豹捕捉羚羊的画面 这个只要你打开个动物世界 这是一个最普通的画面 猎豹从A点出发 加速 发现了B点的羚羊 在奔跑中 羚羊不停的改变方向 猎豹也在不停的修正自己 最后在C点 捕获到羚羊 这个过程并不复杂 现在是下面的道理复杂 如果猎豹有一个人生规划 他就应该规划到C点 他直接就跑到C点等着 羚羊冲过来 一口咬住 吃完拉倒 这叫人生目标和规划 那么如果他没有这个规划 那他好了 他在捕获羚羊 从A点出发的那一刻 我告诉你 他每一步都没有卖对 每一步都卖错了 他只不过是在下一步 修正上一步的错误而已 他每一步都在修正前一步的错误 因为羚羊不停的在变换 他的目标呢 这个一定不是走一条直线 他走了各种复杂的曲线 所以猎豹在不停的修正自己的上一次的错误 最终把它捕获到 这说明一个什么 不管是羚羊还是我们的人生 你最重要的能力是修正自己错误的能力 我们说了这么多生活的意义 那归根到底其实就一个最简单的话 叫好好活着 去体会喜怒哀乐 生活中这是四个重要的情绪 喜不是高兴 是喜欢 怒不是发怒 是不喜欢 哀是不高兴 乐是高兴 我们生活中因为有喜怒哀乐这四种情绪 才让我们生活变得非常的丰富 如果你生活中没有悲哀的感受 你就真的不知道生活有多么幸福 那我们先说什么是生活 我问了问 有人告诉我生活就是日复一日的过日子 有人说我的生活每天就像打仗 忙不迭的 还有人就说生活就是随心所欲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有点禅意的人就告诉我生活就是修行 是上仓的恩赐 每个人都有不同对于生活的一个答案 那我认为是什么呢 生活是你还能感受到喜怒哀乐的活着 生活就是活着 2020年全球的日子都不好过 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吧 我们能感觉到这个疫情给我们的全球的经济开始降速 每个人都感受到了生活的节奏放慢 这个生活的节奏一放慢就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去思考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谁能笑到最后 这种事情出现的时候形成世界级的新闻 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件事 我们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遇到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各行各业的私企和外企 无论大公司小公司都不同程度的面临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办 是否裁员 降薪 有的没辙了 还有点拖欠 那我们今天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呢 表面上看是疫情带给我们 其实它不仅仅是疫情 疫情是触发这个事件的一个节点 我们无论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里 人类总要面对这种意想不到的艰辛和不义 我们要体会这种不义 我们生活中我们想即便没有疫情 我们是不是就变得很容易呢 也不容易 生活的本质就是不义 只不过这种特殊时期 在这个疫情的特殊时期 把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不义给放大化了 仔细去想一想 我们无论如何 我们生活在有史以来的最好时代 首先我们没有遇到战争 对吧 我们是和平社会 生活还是有序的 人类文明史上 冲突时间大于和平时间 战争是接连不断的 对中国人来说 从二战结束以后 有短暂的一个解破战争 然后到1949年到现在70年以来 我们是和平时期 像我这样的人 生在新中国 没有感受过战争的痛苦 我们对战争的全部了解 是书本上和电影里的 我们人类的重大革命 先是农业革命 其次是工业革命 我们这次是信息家智能革命 每次革命以后 都会有成果诞生 让人类享受从前所未有的幸福 我们现在通过这次信息革命 我们节约了大量的时间 沟通变得非常容易 那我们去看看 过去历史经历的大事件 才会发现我们当下的困难 不算什么 那我们今天我们活着 第二要追求的是我们的健康 第一个健康叫身体健康 第二个健康叫心理健康 我们今天在不得病的情况下 大家不会珍惜自己的身体 当你得病的时候 你才知道身体有多重要 你到医院你就知道 什么叫事态炎凉 得过绝症的人 一定知道生活健康 是第一重要的其他的财富 金钱都不重要 疾病给你肉体上带来的痛苦 会伴随你一生 每个人都一样 你随时随刻都可能被疾病击倒 人一生当中 你是躲过了无数个可能 至于你死地的疾病 你如果有能力战胜它 你就是重新是条汉子 如果你没有能力战胜它 那你就到天国去享受去了 那么我们肉体上的这种痛苦呢 慢慢你会发现 肉体上的痛苦没那么痛苦 你更多的痛苦是精神上的痛苦 你得了疾病以后啊 很多疾病你病身体上的感受没那么强烈 你是精神上的感受强烈 你比如我现在啊 每年体检 我体检的时候最怕的事是什么呢 是那个医生面色凝重的问我 说你们家家属跟着没有 只要他问我这句话 我就开始出汗 因为我觉得好消息 他会直接告诉我 恶劣的消息 他一定不直接告诉我 这是我们的一个文化 你跟医生之间啊 很大程度 你的精神是紧张的 你去看病精神很紧张 所以你的痛苦啊 可能就来自于医生告知你的信息 我们每个人 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心理机患 中国人不太爱看心理机 这个医生啊 中国人老觉得心理有问题呢 这个会记记医 都不愿意跟别人说 因为中国人过去 中国人骂人之间有一句话 就说你精神病 你神经病啊 都是说你心理问题 西方人看心理医生 是个很正常的 心理医生有两种 一种就是完全彻底的医生 你到医院去找他去 你把你的心理的状况跟他说 然后他给你进行心理辅导和疏导 你会舒服很多 另外一个场所呢 就是你要去到宗教场所 比如过去啊 西方社会很多人呢 他会定期的去教堂 听这个牧师跟他 这个做心理辅导 我们生活中啊 没有一个人的心理是强大到 没有人可以攻入的 每个人的心理都有自己软弱的一面 都有自己的短板 所以需要聊天 比如朋友有可能都是你的心理医生 所以我们不要认为啊 我们去看心理医生 是个很丢人的事 你跟你朋友啊 跟你的闺蜜之间 无话不说的时候 实际上对你心灵的创伤 是有一种治愈的 我过去啊 在这个节目里也讲过 人生有三个阶段 我们不妨简单的重复一下 第一个阶段叫趋利 当你完成了啊 你的学业 走向社会的时候 那时候你爹妈也不能管你了 学校也不能管你 你走向社会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想办法挣到钱 要证明自己的能力 当然这个钳制是不能违反法律和道德 道德是最高标准 你不违反道德是最高标准 不这个触犯法律是最低标准 我们如果违反了道德 你是自我谴责 如果你违反了法律是社会制裁 你比如说 我们理论上讲是不能说瞎话的 但是不幸的是 每个人都说过瞎话 我也说过瞎话 那么说瞎话的时候 它是有利弊关系的 有的是无意义瞎话 有的是这种善意的谎言 但是一旦我们自己能够感受到 自己的行为违反了道德的时候 你内心会受到自我谴责 所以古人就要求每一个人慎毒 你仅是你一个人独处时候 内心怎么想 所以我经常说一句话 你不用对所有人说 你对你自己的内心说就可以了 那我们要清楚 我们今天全社会 这个社会不仅仅是中国 包括全球全世界 全社会设计的这套完整的系统 是为全世界设计的 不是为你个人设计的 所以你如果自己感到 你处在一个不公平的状态 我告诉你 它可能是公平的 如果你认为这个事对你特别公平 那我告诉你 这个事情有可能对别人不公平 这就是社会 不要老谋求 所有的事情都是公平的 公平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 实际上没有一个绝对意义的公平 因为我们人和人个体之间 本身是有差异的 首先男女之间就有差异 先说性别差异 然后体能差异 有各种差异 先天的差异 后天的差异 所以你谋求一种绝对的公平 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社会 是希望通过道德和法律的建设 希望这个社会趋向于公平 那么我们的人生中 除了第一条 我们说的趋利 到你第二个阶段的时候 当你有了一点社会地位 我们现在说的社会地位 不是世俗的社会地位 就是你找了一份很好的工作 生活比较安定 你也结婚了 有孩子了 是吧 你觉得你趋到对应的力 我讲过 对应的力不是让你成为世界首富 中国首富 中国二富 三富 五六七八富 不是这个意思 是你觉得我今天的工作 我领这份工资 我已经心安理得了 这就叫对应的力 那你开始趋名 你的趋名 一定不是这个我要成为网红 我要成为一个名人 不是这个趋名 而是你要注重自己的声誉 我们看到自己的这个声誉呢 是包括你在单位 在家里 在你周圈的朋友中 别人怎么看你 你很在乎这个事 这个很正常 当你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的时候 你非常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 如果你在一个单位里 你就想啊 谁爱怎么看我 怎么看我 我就这样 那我可以告诉你 那你是一个人格不健全的人 你在乎别人对你的感受 你同样也在乎你对别人的感受 比如我们经常在这个社会中呢 行走 不管你到商店买个东西 还是你出门在哪存个车 你可能会因为一个小事 这个 跟别人发生冲突 对吧 那么在这种时候 你一定要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每个人在社会中生活的层面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自觉得你的生活层面比较高 那么你对于弱势群体 一定要处于一种比较宽宏的状态 比如你在存车的时候 为两块钱 为五块钱 乃至为十块八块钱 你跟人家冲突 你说你就 我就没那么长时间 我这个就不该多付你这点钱 你为这个事跟人冲突 十分不值 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所看待的时间 跟他所看待的时间 你所付出的劳动 和他付出的劳动是不对等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调整自己的心态 注重自己的名声是最重要的 我们刚才讲了 人生三个决 第一个是趋利 第二个是趋名 第三个就是趋静 希望你内心 到我现在这个岁数 人过五十以后 不论男女 你都希望内心越来越安静 不去那么慌慌张张 人到一定岁数时候 会开始有信仰 当一个人趋静的时候 他一定要遵循一些原则 不管你是信仰宗教 还是你遵循道德原则 你要寻求内心的安宁 你比如我们这个 这个新经理就讲 心无挂碍 心无挂碍 就是心里没有什么 让你老纠结的事 我们对一般人说点瞎话 也就开个玩笑 也就过去了 所以我们今天的社会 每个人活得都比较累 要辨识别人说的话 是真的是假的 一个人如果能锻炼自己 心胸开阔一点 当然我们老说舍得了 放下了 说的都是一些词 你说我既舍不得 我也放不下 没关系 慢慢锻炼自己 不管是个人 好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